各位觀眾朋友大晚安 最新的天氣資訊先帶大家來關心一下 在下個禮拜有可能會有熱帶系統生成 那現在這兩個熱帶系統 歐美預估的路徑非常的不一樣 可以看到像是歐洲模式預估 這兩個熱帶系統 在下個禮拜有機會生成成台灣之後 其中會比較往菲律賓的方向慢慢前進 離台灣的距離會比較遠一點點 但是美國預估的路徑非常的不一樣 像是美國預估台風下個禮拜 會往台灣慢慢靠近 而大家要留意的是 現在秋天了 颱風生成之後呢 可能會跟共犯效應有關係 加上東北激中的影響 台灣的雨勢可能會比較大 所以接下來這個熱帶導動的這個部分呢 大家下週還是要密切觀察關注 以防這個豪大雨帶來積淹水的狀況 接下來我們先關心一下 今天的溫度跟雨量 可以看到呢 今天全台的水氣都是偏少的 而且呢雨勢不大 而到了溫度的部分 可以看到今天幾乎全台的最高溫 都有機會超過30度以上 最低溫的部分呢 溫差落差蠻大的 所以提醒全台的觀眾朋友 接下來都還是會早晚偏涼的天氣形態 再來我們看到下一張圖 我們透過定量降水預報圖 可以看到明天清晨 全台的水氣依舊是偏少的狀況 但是明天早上有一波東北激風慢慢靠近之後 在迎風面的北海岸還有東北角地區 會有一些局部降雨 到了下午之後 這個降雨的狀況更明顯 因為隨著東北激風的影響 所以雨區會逐漸擴大 而再看到溫度的部分 同樣也是受到了這個東北激風的關係 在北部地區呢 明後兩天會有非常明顯的降溫轉雨 最高溫大概是落在28到31度 而這一波水氣這一波的東北激風呢 到了禮拜一之後會稍微減弱一點點 那北部地區呢 有機會稍微回溫一些些 但是要留意的是到了禮拜二 又有另外一波東北激風要報導了 那這一波的東北激風呢 相比明天來說會更強一點 所以在北台灣的降溫感受上面更明顯 最高溫大約落在27到30度 那雨勢呢 預估也會稍微大一些 再來我們看到中南部地區 中南部地區未來五天呢 雖然東北激風的影響不大 最高溫都有機會超過30度 但是要留意的是在午後熱對流的關係 在午後可能就會有一些局部的震雨 而中南部地區呢也要留意的是溫差變化 所以提醒大家早出晚歸多加件外套 接下來看到未來的降雨趨勢 禮拜六禮拜天要留意的是在銀封面 可以看到這個色塊的部分相當的明顯 在北台灣還有這個基隆 還有這個北海岸的部分呢 雨勢都會比較大一些 東北激風加上封面的影響 那這一波的封面呢 一直到禮拜一稍微趨緩一點點 雨趨稍微縮小一些些 雨勢也會比較趨緩 而到了禮拜二開始這一波的東北激風 又有一波要報導 所以提醒大家禮拜三再增強之後 這個雨趨的範圍會再逐漸擴大 而且雨勢也會比較猛烈 下禮拜的這一波東北激風 相比明天來說會再更強烈一些 最後看到未來一週 未來一週替大家統整一下 接下來的天氣狀況 禮拜六開始東北激風影響 在北台灣的北部地區還有東半部地區 會有一些局部鎮雨 溫度上明顯感受上會比較涼一些 中南部地區還是要留意的是 午後熱對流造成的一些零星降雨 而東北部地區會有比較大的雨勢 到了禮拜二之後 有一波的東北激風再報導 北台灣會有更明顯的降溫轉雨 會轉為比較濕涼的天氣形態 那早晚各地都是比較偏涼的 全台的部分在中南部還有山區 同樣要留意 午後熱對流會有一些零星降雨 所以總結來說 提醒大家下個禮拜的天氣變化 北部地區有降雨中南部留意 溫差變化 這節最新的氣象資訊